全新化设好的行人专用石像就是要提升这里行的安全 机动市议员联恩典更特地利用上学时间现场关心了解 由于地内国小就在这个十字路口旁边 每天都有许多学生和家长以及民众利用这个十字路口来来往往 再加上远远路和地内街巷道的大小车流量也非常多 因此在联恩典积极向市政府交通处争取下 把这个十字路口划设好行人专用石像 希望在上下课专用时间内红灯时车辆全部停等 让过马路的学生家长和行人可以直接走对角线 提升过马路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同时减少影响车辆的行径和停等 站在这里看了将近一个小时 不管是左转的车还是直行的车 因为石像的分开让他们行车更流畅 那在学生行人来讲他这是可以交叉的 也就是说他在走的时候都没有半辆车在走 这对他们讲是最安全的 地内国小最近大门口以及地平和门口到川塘的风雨走廊 才重新整建好落成启用 现在学校旁边这个十字路口又划设好行人专用石像 提升学生过马路的安全可以说是双喜临门 因此地内国小校长和负责上下学时间 督导保护学生过马路安全的老师都非常感谢 和肯定联恩典议员的用心 我早上也在那边大概站了20分钟 发现过马路比以前速度快很多又安全很多 真的是就是说给孩子一个上下学安全的路 非常棒非常棒谢谢 我们导物老师就变成说只要注意到有没有车子闯红灯 然后其他的真的是轻松许多 而且人车分道真的非常安全 而且速度很快 谢谢联恩典议员的帮忙谢谢 目前规划这个十字路口行人专用石像 使用的时间是以学生上下课的时间为主要考量 早上7点到8点 中午12点50分到1点半 下午则是3点40分到5点半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